《余国奖》和《星云奖》 在我成为科幻迷的时候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能看见它发着光 想不出它和我们能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现在获得这个余国奖 对我来说确实还有多少 有种不真实感 这个不能否认 我居然发现那个获奖的信息 就是颁奖的人 是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 所以说没有去很遗憾 它是没有奖金 它对你这个图书销量 这个促进比奖金要多 获得那个余国奖以后 好像在两个小时之内 它在那个中国亚马逊上 这个书的销量就升到第一位了 在那个英文的外国的亚马逊上 它从当初的2000位 很快就升到500多位了 都电话多吧 你的收入可能让你不用工作 这可能是算出一种影响吧 但除此之外的话 我觉得其他的影响 我觉得不是太大 在我内心深处 我仍然是一个科幻迷 并不是某种 很不寻常的人物 仍然是一种普通人的感觉 我不是科学家 我只是一个基层的工程师 另外我可以百分之百地告诉大家 我不懂物理学 也不懂宇宙学 不懂天文学 它的作用可能是 还是给一些普通的读者去看 就是说能够启发他们的想象力 开拓他们的思想 让他们对真正的物理学 真正的天文学 真正的科学 能够产生兴趣 然后进一步去了解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科幻小说 正确的一个使命